发生什么处 到作剧之吻终于退出电视原生代了 小麦当天马上就举办了签唱会 然而戏剧收视率这么好 升级发送量会不会有压力呢 压力应该都在男女主角身上吧 我觉得我们会好啊 总压力在你身上 整张升级都是照着剧情打造 而由Jason和南辰妈妈LaLa合唱的主题曲 Say You Love Me 也由男女主角正原唱和林依晨演出MV 特别的是每首歌还附上了 男女主角的经典对话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我第一集讲说 我最讨厌没有脑筋的女人 对这应该算快成为经典了 现实生活没有脑筋不是笨 就是呃 没心眼 没有心眼 然后神经大调 其实这样子还蛮善良 我喜欢善良的女神